做公益呢 演艺界的人士一直都在行动 近日啊 贾乃亮 周比昌 王小晨三个人呢 就为了删去儿童的一个 艺术梦出生处理 只要有心处处可以做公益 日前一场公益设计活动 吸引了周比昌 贾乃亮 王小晨等人的助力 携手支持删去儿童的艺术梦想 传播美和爱 每个人自己心中都有一份爱心嘛 因为可能自己是 算是一名艺人 算是一名公众人物 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号召力 能够把这种公益的影响力 去传播出去 我觉得我们有这个责任和义务 说到为删去儿童 原艺术梦的主题 也让爱搞笑的蒋乃亮 流露出了难得感性的一面 想必是自己身为人妇之后 对孩子的世界 有了更加多的共鸣吧 他们有些人 艺术删去的孩子 需要一个画本 或者有彩色的画笔 或者是哪怕是一个 过年时候 一双可以保温的鞋子 可能就会是他们的梦想 的确一本画本 一盒彩笔 这些大都市孩子 再日常不过的学习用品 在物资贫乏的贫困地区 对孩子们来说 可能就是有些矫远的奢望了 曾经我自己也是一个有梦想的女生 希望那有些梦想的这些孩子 他们一定要守望自己的梦想 那我们就是他们梦想实现的 那个帮助的人 当晚的另外一位嘉宾周比唱 虽然不善言辞 但也用自己的艺术影响力 为孩子们出力 从2016年开始 比比就通过爱的分贝音乐会 用自己建长的方式 少说多唱来践行公益 为先天性听觉障碍的孩子们 募款进行手术 通过我们自己上墙的事情 然后去能够做一些事情 然后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 然后我觉得是 就是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有的时候呢 在片场待久了 演员们也是需要 时不时的出去透透气 最近呢 杨幂 唐燕 李峰 刘云 卢靖山 徐维州 都现身纽约时装周 用轻松的心态 来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就是很酷啊 很街头 很精神 看起来很帅 舒服 轻松 比较偏 就是偏学院风 走酷帅路线的杨幂和刘云 全是青春活力的唐燕和许卫州 坚持以舒服为主的卢靖山 再加上靠自信拨眼球的李峰 想着自己是一个特别帅 特别有魅力 然后非常上进的一个人 无论是刘云 李峰 还是杨幂 唐燕 都已经是纽约时装周的老朋友 身为一名乘客 9月份出生